先来看看鼻咽癌的早期症状,对鼻咽患者来说,如出现鼻塞,回气带血,二名,经历减退,视力障碍,眼球不定,头痛,面麻,针口困难等症状,就要引起注意,这很可能是鼻咽癌的前兆,如简单的划分,鼻咽癌的症状可分为五大类,一,沉奇性鼻涕,体中带血,或者是性鼻涕,带血丝,二,鼻色, 早期或是单侧鼻塞,后期出现双侧鼻塞,三,耳鸣,单侧耳鸣,经历下降,或者有耳鼻塞感,四,颈部出现无痛性肿块,五,头痛,鼻咽和鼻咽癌在症状上有什么区别,鼻咽的血气多为用力或猛引起的鼻疏血,很快可以止住,而鼻咽癌的气血,通常发生在晨起后,如果量不多就容易被忽视, 鼻咽癌会发展为鼻咽癌吗?正常情况下不会,鼻咽是炎症,是体系的防御反应,而鼻咽癌是一系列的致癌因素,如DB病毒感染,环境,家族隐藏及生活习惯等,导致原来疾病被激活所致,如果硬要被两者吃伤关系的话,那就是大部分鼻咽癌患者都有鼻咽,但有台湾团队表示,鼻咽与鼻咽癌有相关性,你怎么看? 早在2015年,中国台湾的一项研究成果证实,过敏性鼻咽患者罹患鼻咽癌的风险可能会增加,台湾国防医学中心的研究团队,收集了6万多例过敏性鼻咽患者,和13万多例年龄和性,别人之匹配的对照控制组,在调整了可能的混杂因素后,研究人员观察到,相对于对照控制组, 过敏性鼻咽对猎中的参与者,患上鼻咽癌的风险,会高出2.33倍,所以说,过敏性鼻咽还是不可不妨,从过敏性鼻咽到鼻咽癌或止去四步,患上急性鼻咽后,转变为过敏性鼻咽,进而转变为慢性鼻咽,进而转变为鹅豆盐,鼻豆盐,鼻心肉或低豆盐, 而后,到胃缩性鼻咽,最后,大抹头炼成鼻咽癌,如何抵挡广东癌,鼻咽癌的进犯? 1. 婴幼儿时期不要吃咸鱼,咸鱼还要消暗会致癌,咸鱼作为一级致癌物,以示板上钉钉的事,尽量少吃咸菜,也不要吃咽癌,多吃新鲜食物。 2. 对高位人群进行定期的检测或筛查,半年到一年进行定期检测, 何来高位人群呢?一般认为VCIDA大于四十分之一,另外就是VCIDA,AIDA跟DNA每三项中有两项是阳性的。 第三点,或者这三项中,任意一项动态检测时是持续升高的,就把这种人群列为VIR的高位人群。 三,要注重环境,保持室内通风,避免空气污染,尽量在空气流通的地方生活,同时也要注意好休息,加强锻炼,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,这对预防癌症也有帮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